大家好 我是女孩 朱小雅的父亲 卢尔君 来自河南州口 你多大年纪 我今年48了 反对他们俩的婚事 对 你毕竟他们两个 两个人的身体状况 现在都不好 生活上什么各方面 都需要人照顾 不能自理 我希望找一个 能够照顾他 就身体健全 身体健全 你也要想一想 如果说你女儿 找到一个身体又好 又爱她的男性 那她的父母 就会像你一样来反对 对 父母的心情 毕竟都是这样 但是这个 对他来说 已经造那么大罪了 基督的心情 那个时候 作为父母 心里那个时候 真的没法表达 虽然我现在我就问你 现在他们俩要结了 你是反对 还是要怎样 我女儿认识她之后 心情上 各方面都比较好了 开心了 父母也看到了这一点 你也知道她让她开心了 对 那你要怎样 行了 我也不逼问你了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我就问你父亲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很爱你的女儿 爱 非常爱我的女儿 那我问你 她被烧伤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们是农村 农村的农村 大学刚毕业出来 所以 实习 所以 我问你的这个问题 í 我阿羽 我 是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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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词 杨茜茜 作为父亲 我也祝要你们以后 在生活各方面幸福 祝以后你们的日子 越过越好 能够自力更生 我一定记住你的话 你要一定对我女儿好 好